就这头牦牛八百斤 今天安排了 这头牛拉坏了 现在我在双牛的盆镇 这个地方是我开的一个叫牛盆镇的 吃全牛的一个 户外的一个餐厅 我们这个餐厅 最大的甜点 就是你可以吃到全牛 从牛脑壳到尾巴 再到牛肚皮里面所有部位 你在牛盆镇都可以吃到 我们这里有烧的 有烤的 有火锅 有种菜 还有蒸的 炖的 牛肉上面的每个部位都要安排 俗话说 住一行你就爱一行 也要了解一行 所以说很多就是住全牛的餐厅以后 火锅也好 我们都就品尝了 其中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还是要从食材来作手 新鲜就是王道 我们争取以后牛盆镇 每天摘它一头油 这样子从食材上面 也就保证了品质 也就保证了我们的味道 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些牛的部位都是以啥子 有可能你比较熟悉 有可能你没见过 这个是牛油炒四川火锅 比不可少的 这个是牛筋 这个就是毛肚了 这个是牛蹄子 分前蹄和后蹄 这个是我们火锅常用的 黄盆儿 实际上它不是喉咙 它连到哪里马上给你看 连到这里其实它是血管 这个是肚子系列 还有就是汉管 这个是大肠和小肠 牛肠 这个是腥肺 这个是莲铁 这个是牛肝 有句俗话 牛肝马肺羊肠车 鸡胸鸭肺 牛肝是排到首位的 只是现在很多人把牛肝弄不好 牛肴和猪肴的区别 大家看出来没有 它就跟葡萄一样的 一块一块粘起的 不是我们把它破坏了的 它生来就是一样的 这个部位也很贵 我就不介绍了 大家懂得自在懂 这个是胸叉骨 也叫燕尾骨 这块是个好肉巴士版的 这个棒子骨大家都认得到 这个是它的盆枪 你看见没有 这个就是精华了 牛尾巴 这边就是牛肉了 各种部位 来 这块 吃西苔都知道这块叫什么 看见没有 这个叫吊笼 吊笼 这块叫小剑 前腿牛剑子 这个部位 叫牛排 它是连起骨头的 如果骨头取了 它就叫这条 看到这个老婆 你就知道它是什么牛了 这个就是来自于我们青藏高原的 牦牛 这个牦牛肉和一般的牛肉 它的最大的区别是牦牛的生长周期 相对来说比较长 五六年是比较常见的 第二个就是牦牛由于在青藏高原 它的空气细部 所以说牦牛的肉它的颜色特别瘦的部分 相对来说偏深 为啥是血红蛋白丰富 它如果没有那么强大的肺 这个它就吸收不到氧气 接下来的几天 我就给大家呈现几道 用这头牛的部位做的特色菜 如果你们想看我做什么菜 也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 要得要不得 吃了才晓得 八十一百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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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品